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晨美好气地盯着我 气了一声 你就是想趁我失忆 然后离开我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一开始我拼命解释 急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但这货说什么也不信 还整个一套一套的阴谋论 然后我就妈了 索性也不解释 他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心软 善良 凌晨脾气很古怪 有时会因为睁眼一分钟内没看到我 而是一整天的小性子 每次我犹犹豫豫想提出离开时 他又刷了一下红了眼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狠心 怎么可以丢他一个人在医院里 一声解释 说他出现了暂时性失忆症 我常常叹了口气 真是可惜了这副好皮囊 也不知道恢复以后会不会影响智商 最后我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陪着他出院 他告诉我 他目前能记起来的事情只有三件 一 他叫凌晨 二 他无父无母 孤苦无依 三 我是他女朋友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是他女朋友这件事会出现在他记忆里 出院那天 我本来想把他送到警察局去的 一路上他眉头紧紧皱着 一言不发 也不理我 等到了公安局门口的时候 他扒着门 眼眶有些泛红 看向我时眼神湿漉漉的 你还是不想要我吗 内心煎熬了一刻钟 我暗骂自己没出息 主动去牵了牵他冰凉的手 那 你就先暂时冲当我的男朋友吧 我把凌晨带回了家 天知道他一路上高兴成什么样了 像个五岁的小屁孩 但这份高兴没能坚持到进家门 因为开门时他轻轻一扭 钥匙就断在锁孔里了 你力气这么大 我一脸不可置信 他茫然地看着我 随后神情有些懊恼 我明明没用力气 进门第一天 我就解锁了他的新技能 委屈巴巴的大力男友 凌晨力气真的很大 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那种 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一手抱着我 一手扛着铜水上八楼 我摸着他健硕的肌肉 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你是以前真的不是健身教练吗 他摇头 语气肯定 不是 我天生力气大 好吧 家里多了个劳动力 我自然是很开心的 只是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总有面红耳赤的时刻 现现 你这里有男士内裤吗 浴室门半开着 空气中弥漫着水汽 凌晨探出半个头来 有点不好意思 我脸红的都能滴出血了 一路小跑着 去买了几条男士小裤裤回来 然而没过多会儿 凌晨下半身围着条浴巾出来 将我刚买的那些男士用品抱出来 慷慨在我面前 我穿不上 我脑子一阵当机 对上凌晨一本正经的黑眸 只觉得血液翻涌不停 我再去买 请问他是正常男性吗 店老板明明说 普通男性穿这个尺码挺合适的呀 我回想起刚才那一幕 他只围着浴巾在我面前 身形齐长而挺拔 好像是挺优越的 我没有谈过恋爱 因为性子比较温吞慢热 也不怎么受男生欢迎 承担着凌晨名义上女朋友的身份 我其实有些不知所措 晚上我们去逛夜市 凌晨紧紧牵着我的手 好像生怕我会跑掉 你爱吃这些 路过几个我最喜欢的小摊 他不自觉地猝起眉 看得出很不习惯这种油烟味重的地方 我呆愣愣地点头 烤面筋上的红油顺着竹签流下来 不小心滴在我的小白鞋上 凌晨脸色大惊 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了路边干净的石墩上 随后从小黄鸭腰包中掏出湿巾 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擦拭 场面莫名可爱 我感觉心脏一处柔软的角落 正在慢慢沦陷 路边时不时有小女生回望我们 从表情上 我可以判断出她们在羡慕我 我晃着两条光洁细长的小腿 笑得有点傻里傻气 凌晨 你真好 凌晨气哼哼地揉乱了我的头发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刷干净的 晚上起风了 凌晨把我搂在怀里 凶凶地教育道 要少吃垃圾食品 不然以后生宝宝会很疼的 我悄悄地红了脸 推开她走在前面 两手一背 不和她说话 这个人四位真的很跳脱 好好的 怎么就说到生宝宝了 走到楼下 我远远地看见 单元门口站着个打扮精致的女孩 好像在等人 女孩余光瞥到我门 眼里漠然一亮 凌晨哥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清田的女生落下 她越过我 直直扑进了凌晨的怀里 凌晨没有防备 被扑得往后退了两步 你干什么 反应过来后 她眉头迅速皱起 和她拉开安全距离 还下意识地擦了擦女孩刚碰过的地方 女孩似乎被她眼中的嫌弃刺痛倒了 下一刻 声音就染上哭腔 凌晨哥哥 我是秋秋啊 你不认得我了吗 凌晨的眸色依旧冷漠戒备 她默默拉过我 将我护在怀里继续往前走 不予理会 我没忍住 回头望了望 那人还想跟上来 只不过被脚上的高跟鞋限制 见她跟了两步 便蹲下捂着脚 我不自微顿 心上漫过一抹忧色 还是去看看吧 万一她真的是你亲人朋友怎么办 凌晨眉头皱得更深 显然不想理会 但最后拗不过我 还是把那女孩带了回去 女孩是被我一路搀扶着回去的 因为凌晨说她是有夫之夫不方便 季秋坐在沙发上 一双明媚的美眸四处打亮了一番 最后停留在凌晨紧握着我的手上 随后她不露声色地清敏了口茶 柔声道 我和凌晨哥哥从小一起长大 她很在意我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我必须要陪在她身边 希望你能理解 听见这话 凌晨飞上孩子气得冷哼了一声 我不需要你陪 我只要信线 季秋脸色愈发难看 葱白的指尖紧紧搅在一起 神色缓了缓才到 我知道这段时间 她可能非常依赖你 但这只是暂时的 你明白吗 她将突破口直直对准我 我能感受到她的急切 觉得好像只要我松口 凌晨就会跟她走一样 如果这话放在几周前 我也许会非常坦然地接受 但现在我犹豫了 察觉到我逐渐下泄了肩头 凌晨刷了一下站起身 顾不上季秋还能不能走路 直接手指一捏 把人架起来赶出门 出去赶紧走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你别做梦了 现现是不会不要我的 凌晨像个被抢了棒棒糖的小孩 脸色黑得像包公 手上动作也丝毫不客气 啪的一下关上门 季秋的吵闹声被隔绝在外 我想上前拦着 却被凌晨按在沙发上坐下 她很生气 胸膛剧烈起伏着 眼神里夹杂着忧怨和委屈 你想把我丢给她对不对 我低着头 不知道该怎么说 毕竟在挣扎过后清醒的那一刻 我确实在考虑 让她回归自己的生活 就算这次季秋带不走她 但她总有恢复记忆的一天吧 那个时候她会选择留下吗 当然不会 见我沉默 凌晨索性直接靠蛮力 把我扛起来 你想都不要想 两只手在空中扑腾了两下 接着就被扔在了床上 高大的身影随之压下 凌晨 我想让她冷静一点 但口齿间溢出的声音 听着却像在撒娇 凌晨捉住我试图 推散她的两只手 按在她胸口 薄唇停留在我鼻尖前 一厘米的地方 说要我 不然就不让你下床 最后我妥协了 嘴里含糊着应了句要 她还是赖在我身上 不肯下去 那你亲亲我 我瞪大眼睛 眼见凌晨的帅脸越凑越近 脸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浮起粉红 心跳逐渐不可控 不行 不管怎么说 我也只是个冒牌顶替的女朋友 恋人之间的亲密行为 我还有些不能接受 身体做出的反应要快过大脑 小腿下意识地蹬了一脚 凌晨撕了一声 忽然埋在我颈尖不动了 怎么了 以为是踢疼了 我缓过神来 摸着她的后颈 一下一下地安抚 踢疼你了吗 每次弄疼她了 都很难哄 凌晨紧紧拥着我 然后又呼地松开 起身直直出了卧室 留下我在床上一脸凌乱 心里疏然松了骨劲 我听着浴室传来细细细细的水声 竟隐约多了几分失落感 季秋的突然造访 像一根细细长长的刺埋在我心底 好几次我做梦时被惊醒 梦见凌晨失忆前 是某富豪的私生子 他恢复记忆后 不惜一切代价地想杀我灭口 惊出一身冷汗 我大口喘着气 睡意顿时消失了个干净 嗓子干涩无比 我起身想去客厅找水喝 脚刚落地 便触到了一颗毛茸茸的脑袋 我一声尖叫 将地上睡得死沉的人猛然惊醒 线线 凌晨睡意朦胧地起身 头顶黑发被我踩出了鸡窝 语气委居英宁 他看我一脸惊魂未定 立马张开双臂 将我揽进怀里轻声哄着 晚上打雷了 我担心你害怕就在你房间里打了地铺 对不起线线 外面忽然传来一声响亮的雷声 半边天都闪了一下 我下意识往他怀里缩了缩 却察觉到凌晨高大的体格 也往我这一缩 缓着我的手臂不动声色地收紧 心里不离有点想笑 所以到底是谁害怕 我看了眼床边地上 说是地铺 其实只有薄薄一条毯子 更别说深秋的雨夜 凉气还是挺瘆人的 我被抱在怀里 巨大的安全感将我紧紧包裹 心跳逐渐平复 感受到裸露在外的肌肉 透着丝丝凉意 一瞬间 我哪还有要怪他的心思 扯了扯被子 我眨巴着眼睛看向他 要不 我动作轻柔地拍了下身边的位置 试探性地问了句 一人睡一遍 他顿了顿 下一刻 眼神里突然亮起饱含期待的光 真的吗 我点点头 某人立刻翻身 将地上的宝毯捞起 傻笑两声 然后老老实实在我旁边睡下 躺得无比端正 心里划过一丝甜意 我感觉自己像带红小孩子 临时一连下了几天的雨 气象预报每天都在提醒大家 外出注意带伞 凌晨也磨磨蹭蹭地 在我房间睡了几天 我发现这家伙是真的害怕打雷闪电 有时候早上醒来 我都是被他还在我腰间的大手给勒醒的 一米八几的大哥 属实让我有些糟不住 晚上 我做饭时发现没有香菜了 便使唤凌晨下去买点 他呜呜了一声 放下拖把 擦了擦手就出门了 我想起来提醒他带伞 待会儿可能有雨 结果出来一看 房间里已经没人了 这附近的菜店有时关门了 得穿过街道到对面去买 稍稍有点远 果不其然 还没等到面下锅 我就听见豆大的雨滴砸在窗户上 南方这边天气就这样 前一秒艳阳高照 下一秒就有可能大雨倾盆 我站在窗边往下望 凌晨还没回来 路上行人也大多抱头乱窜 四处躲雨 要是没伞的话 他保准要淋得透 火一关 我摘了围裙 在门口雨伞架上取了把伞 下楼去接他 天果然黑压压地沉下来 又是风又是雨的 我眼睛几乎睁不开 路上行人越来越少 我给凌晨打了电话 他也没接 心里不禁有些担心 沿着街道一路找过去 菜店老板说 凌晨早就买完走人了 我顿时慌了神 轰隆一声 远处天空划过一道闪电 雷声随之翻涌而来 心里的不安瞬间被击中 脚下步子越来越快 伞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 我顾不上这些 眼看着街上人越来越少 却始终看不到凌晨的身影 走到了南宾街的尽头 再拐个弯就要到商业街了 我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 街道交界处 有家贴了转让标识的咖啡厅 已经荒废很久了 凌晨坐在咖啡厅门口的垃圾桶旁边 头深深地埋进壁弯 一动也不动 我吓坏了 凌晨 听到声音 她才慢慢抬起头 现现 我赶紧跑过去抱住她 触到湿透的衣服 想都没想 就把身上外套脱下来 披在她身上 凌晨眼神茫然地 看着我慌张的样子 视线停留在她身上 我的黑色外套 以及手里那把黑饼鱼伞 我愣了愣 扶着她站起来 是头痛了吗 医生说过 凌晨的状况在后续会伴随着间隙性头痛症 一般这种情况是她的记忆涌动造成的 她闷闷地嗡了声 说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来了 后来头越来越痛 就倒在了这里 我环顾了下四周 这家已经倒闭的咖啡厅并不陌生 去医院 我掏出手机 准备打120 结果被她拦住 已经好多了 看出她实在不想去医院 我几番确认 最后陪着她一起坐在地上 安抚着等她缓过进来 走在回去的路上 怕她受颠簸 再引起头痛 我们走得格外慢 凌晨偷偷看了眼我 我也悄悄瞥了一眼 结果两人视线撞了个满怀 我没忍住笑出声 晃了晃 她紧紧牵着我的手 大雨一刻未歇 我们却手牵着手 慢慢享受这一刻 只属于我们的风雨 这把伞很好看 凌晨忽然不着头脑地冒出一句话 我不由抬眼看了看 这把黑伞是定制款的 一看就跟我的气质不符 伞也的确不是我的 记得那天也下着雨 我蹲在角落里哭 一个陌生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便塞了这把伞给我 刚想跟她说起这把伞的来历 凌晨却先一步开口 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凌晨像个睡觉前 铲着要讲故事的小朋友 认真的和我说 从前有个小公主 她很美 笑起来的时候 就像大雨过后的彩虹 大力骑士偷偷喜欢上了公主 一直默默守护着她 可是有一天 由于大力骑士的疏忽 她的公主就被恶龙抓走了 公主哭得很伤心 骑士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什么也做不了 凌晨低下头 淡淡看着我 低声道 你说 公主最终还能和骑士在一起吗 她语气认真极了 一瞬间让我觉得 真正的凌晨就是这样子 如果她们还能再相遇的话 一定可以的 季秋来找过我几次想要聊聊 但都被我拒绝了 那天下班时 我在公司门口被她截住 可以坐下来认真谈谈吗 季秋比我矮一点 她微微仰头看着我 眼里泛着水光 半晌沉默后 我别开眼 来到一家咖啡厅 季秋捏着杯子 斟酌着开口 她还是什么都没有想起来吗 一点都没有 我眉头微醋 摇头道 她没有和我提起过 季秋顿时红了眼眶 语气也染上哭腔 我不能没有凌晨哥哥 你告诉我 怎样才能把她还给我 娇弱的声音 迅速吸引了咖啡厅里不少目光 我侧目 看到了三三两两的年轻人 正用一种鼻的目光打亮我 我皱着眉 非常不理解她的这种行为 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只是外人 这些事情 请你去和凌晨说 要么说服她跟你走 要么打晕了绑走 跟我说再多都没有用 说完这些 心里没有来的涌进一股失落感 冥冥之中也有种预感 凌晨也许马上就要离开我了 没想到 季秋还是纠缠不休 说出的话越来越咄咄逼人 你现在说这些话 是因为知道她不会主动离开 我需要的是你主动逼她离开 霸占别人的东西就不会主动归还吗 我惊了 没有想到她能说出这样的话 她把凌晨当作物品 她的所属物 以前从没怀疑过季秋的身份 因为她的口吻 字字句句都在叫嚣着 她是凌晨最重要的女人 可现在看来是我疏忽了这一点 所以 你是凌晨的女朋友吗 季秋三丈高的气焰 煞石凝住 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下一秒却又硬起起来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爱情就可以定义的 在凌晨父母心里 我已经是凌家的人了 在她慌乱的那一秒里 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但忽然蹦出的父母二字 让我下意识没心一跳 凌晨说她无父无母 相信一个失忆的人口中的话 我真是高估你了 季秋冷笑一声 毫不客气地嘲讽 我愣在原地 眼见着季秋整个人慢慢凑近 红唇一张一息 现在 你还是决定忽略 让她回归家庭的必要性吗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不知道她的父母还健在 还等着她回家 轻而易举地相信了凌晨 刚刚从昏迷中醒来说的话 回家的路上 不知道是不是情绪使然 胃里一阵脚痛 我忍不住鼻头一酸 这段时间里 凌晨学会了包周 她知道我肠胃一直不好 刚开始尝试时 手上经常被烫出泡 从她住进我家那时 确实是我在照顾她的日常起居 和术后恢复 而现在不得不说 她已经成为我这个简陋的小窝里 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了 凌晨不会做的是很多 不会用炉灶 不会开油烟机 甚至分不清各种蔬菜水果 可她在一点一点地学习 话又说回来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过去这么久了 才知道凌晨父母的存在 期间没有过任何消息 就算凌晨丢失了所有联系设备 可人失踪了几个月了 不可能一点动静也没有吧 见我回来 凌晨放下手机 起身过来 接过我手里满满当当的食材 笑得一脸天真无邪 太好了线线 晚上我们要吃火锅吗 我点点头 眼神无意地对上她的眼 她漆黑的眸里脆着点笑 眼底却是一片清明 我换了鞋 洗完手后 转身进厨房 和她一起洗菜 凌晨在一旁叽叽喳喳地说着 今天她和楼下小屁孩吵架的事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着复合 凌晨 我淡淡叫住她 最近感觉怎么样 有想起来什么吗 贴在我身后的人 明显顿了下 随后她下巴 给在我肩窝轻轻蹭了蹭 双手还在腰间 淡淡的松木气息 钻进我鼻尖 她低沉好听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没有 凌晨寻寻 诱导我放下手中的菜 转过我的身体 紧紧拥在怀里 就这样一直抱着 一声不吭 我想抬头看她 却始终没有和她对视的机会 线线 我是不是惹你不高兴了 感受到她的不安 我叹了口气 抬手轻抚上她的后背 没有 我只是想说 我们已经很久 没去医院复查了 凌晨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 抱着我的手一点点松开 装作没听见似的 走到案板前切菜 我也没再说什么 只是时不时地凑过去 和她贴贴 漠不作声地安抚她的落寞 锅一开 凌晨将我喜欢吃的菜 一样一样下锅 做完这些 又调好蘸料摆在我面前 动作格外殷勤 我别有深意地打量着她 觉得好笑 只能死死抿着嘴唇 维持着高冷姿态 本来今晚我就是打算试探她的 有进展的话就跟她好好讲道理 让她尽快回到父母身边 想到刚才我一个人坐在楼下时 反复撕扯着那股离别的痛劲 可转念又一想 凌晨的爸爸妈妈 何尝不也在经历着我这样的痛楚呢 我只是她生命里 一个微不足道的陌生人罢了 凌晨很喜欢吃火锅 我看着她默默扒饭的样子 犹豫了很久 试探性地开口问她 如果有一天你恢复记忆了 你希望在这里的最后一餐吃什么 火锅 凌晨不假思索地说出口 半秒后才后知后觉的醋起眉 现现 不要说这种话 我嘴角依旧挂着笑 手中筷子在战笛中涮了又涮 我们是成年人了 不应该选择逃避 而腻在一场虚幻的梦中 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 因你的意外而中断 你应该去面对的 如果你恢复记忆了 最应该做的就是回到父母身边 别让他们担心太久 末了 我又要起一个明媚的笑容 只要别那么快忘记我就行 凌晨愣住了 下意识正正地看着我 这次我清晰地看到了她眼神中那一摩 我从没见过的深沉 人的眼神可以透露出很多东西 有还是没有 只需要一瞬的诗神变质 他们才不会担心 凌晨语速慢下来 口吻带着一种熟悉又陌生的稳重 一时间我竟有些不知所措 那个 你是什么时候记起来的 凌晨低着头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下雨那天 在停业的咖啡厅门口 几乎是同时 我反应过来 确实是从那天开始 凌晨的一些举动有些反常 也不能说是反常 只是偶尔的某个下意识行为 与她平时那种幼稚的风格不同 我的洞察力没那么敏锐 因此没有多想 察觉到她举止间的局促与拘谨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她的头 像平时一样 别怕 我只是在担心你 与平时不同的是 凌晨微愣 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眸 一瞬不眨地盯着我 薄唇吸动 默默重复了一遍 担心 似乎在回想这种 被人担心的感觉 被她盯得发毛 我不自然地别过视线 脸上不由自主开始发烫 你 你刚才说你父母 他们为什么不会担心你 再次说到担心两个字的时候 我觉得有些烫嘴 凌晨刚刚被安抚平稳的情绪 再次掉落下去 我微微疑惑 之前她车祸后醒来时的记忆 竟然是自己无父无母 潜意识里都在排斥父母这个词 看得出她和父母的关系 应该不太好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我爸妈了 凌晨脸上没什么表情 仿佛说着一件和自己不相干的事 黑毛里带着几分疏离和落寞 她偏头看向窗外 低雅的声音落在空气里 他们都是无国界医生 从我既是开始就满世界的飞 把我扔给保姆带打 前几年跟着医疗团队去支援非洲 到现在我们只通过两次电话 我不知道自己听了多久 只知道凌晨和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说起她父母的时候 眼底连一点情绪都没有 很难想象 这对伟大的医生夫妇 心里装着天底下 所有饱受病痛折磨的穷苦苍生 却装不下自己年幼的孩子 几年来只通过两次电话 还都只是匆忙寒暄几句 便被挂断 生下来却没有尽到陪伴爱护的责任 那为什么要生呢 守着自己的事业 专心奉献一辈子不是更好 我眼眶红红的 低头擦了擦鼻子 声音染上浓重的鼻音 差一点 我就把你丢在警察局里了 凌晨揽住我 声音很低 知道为什么我会赖上你吗 我正难受得要掉眼泪 听见她的话 又不由眼巴巴地望过去 为什么 直觉告诉我 原因不会仅仅只是她在人群中 一眼万年看上了我 凌晨直起身子 指了指门口立着的那把黑饼雨伞 然后又指了指自己 我的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大脑轰的一下炸开 什么 她又重复了一遍 那个雨夜 你在已经停夜的咖啡厅门口哭鼻子 遇到的那个为你撑伞的人 是我 身体僵直了片刻 我感觉头顶像有一道雷劈下来 沉浸在惊讶之中 久久没能回过神 我被迫陷入回忆中 一年前 我在一家小型传媒公司工作 是个培养网红的小作坊 团队很小 我一个人要带好几个博主 负责跟进他们每天的短视频拍摄工作 经常忙的饭都顾不上吃 而我因为性格温温软软的好拿捏 团队里的一些网红 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并且 这个行业里不乏品行不端的人 那天 拍摄工作结束在傍晚 主角是最近网上很火的一个帅气颜值博主 工作人员收拾完东西 走得差不多了 我却被他扣住手腕 留在了办公室 他眼里露出不怀好意的神色 语气阴雅暧昧 今天怎么想起来穿短裙了 说着一双大手就要袭上我的大腿 我顿时周身一阵站立 害怕地往门口跑 他不依不饶地跟上来 用那张自以为是个女生 都不会拒绝地脸贴过来 我被逼近角落 眼看着他气焰越来越嚣张 情急之下 顺手抄起了一旁的烟灰缸 狠狠一砸 额角瞬间有鲜血涌出 男人瞳孔放大 头颅一阵眩晕 趁着他没防备 我立刻用尽全力 推开他跑了出去 没想到的是 这一幕被老板看见了 他惊慌失措地跑进去 查看男人的脸 最后气急败坏地吼叫着 让我从此以后消失 我浑浑噩噩地从公司出来 抱着自己的行李 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 眼泪像断了线的风筝 我一路走一路哭 哭到没力气时 我抬头一看 连平时经常光顾的那家咖啡厅也关门了 我几乎每天都会来这家咖啡厅坐坐 在贴满心愿贴的墙上 留下一句加油打气的话 一时间 我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 坐在垃圾桶旁 哭得撕心裂肺 不知何时 一把黑饼与伞撑在我头顶 眼前立着个男人 我看不清他的脸 只看到了一身黑色风衣 他戴着墨镜 露出分明流畅的下颗线 他将伞强硬地塞进我手里 转身便融入了朦朦烟雨之中 察觉到我气压的低落 一直默默听着的凌晨 忽然将我揽入怀中 我回抱住他 贪婪地嗅着他身上好闻的松木香气 好像被人从深渊里拉了上来 已经过去了 我本来都快忘了的 我抹了抹眼角 冲他一笑 我现在过得很好不是吗 说来说去 凌晨才是最可怜的那个 他垂下眼瞼 像是做好了什么决定 轻揉着我发顶 明天我就走了 我抬眸 看见他眼里的认真 你说得对 我已经腻在这里太久了 还有很多人和事 需要我去安排处理 听他这么说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从他怀里坐起来 不自觉地小声嘀咕 比如季秋吗 凌晨一愣 随即眉头微醋 有些不解 关他什么事 想起之前季秋对我的态度那么恶劣 我顿时又有些不高兴了 他可是你青梅竹马的好妹妹 你不是最在意他了吗 凌晨很不满意 面无表情地盯着我 昏黄灯光洒下来 硬得他鼻梁挺直 薄唇抿着 季秋父母和我爸妈很熟 我只是把他当作长辈家的孩子 还有 我最在意的人一直是你 这是他恢复记忆后 第一次对我说这么直白的话 气氛逐渐升温 我面颊染上了陀红 可是又想到明天他就离开了 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 起起伏伏 我洋装恼羞 从他怀里挣脱出来 去收拾碗筷 心里不舍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夜色渐深 我光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 翻着手机里 我和凌晨的合照 翻着翻着 眼眶又开始发酸 我用力憋回去 余光忽然撇到 门口不知道立了多久的高大身影 凌晨手里拿着我毛茸茸的拖鞋 目光停留在我光着的脚上 想说点什么 却犹犹豫的不敢开口 也不敢过来 我忽然觉得很委屈 明明都在一张床上睡过的人了 为什么现在就要像陌生人一样 换作以前 他肯定早揪嘴一撅 开始唠叨说地上凉 然后把我抱到床上用被子裹住 轻拍着哄睡 巨大的失落感 让我迫切地需要感受到凌晨的温度 任性地静冲上脑门 我顾不上羞怯 嘴一别 直直朝他张开双臂 抱 拖鞋被扔在门外 我被揽进一个温暖结实的怀抱 凌晨蹭着我的颈窝 温热的呼吸洒在肌肤上 烫到耳边一片酥麻 思绪混乱间 头顶落下男人滴滴压压的嗓音 不许不要我 急切地不安 他表现出的所有拘谨惆怅 原来都是怕我因为恢复记忆 就不再喜欢他了 我在心里斥责他真傻 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滑落脸颊 深夜 两个人都没什么睡意 凌晨紧紧抱着我 我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刚想开口 就听见他声音带着极度的隐忍 别乱动 触到紧紧绷着的肌肉和越来越滚烫的气息 我愣了片刻 随即脸颊飞速爆红 凌晨轻咳一声 松开了缓着我的手 十分自觉地起身去冲了凉水澡 睡意朦胧之际 我感觉到一阵凉气袭来 下意识皱起眉往后缩 男人动作顿住 抽身出来 在床边站了许久 直到身上凉气渐渐消散 才轻手轻脚地重新靠过来 第二天一早 凌晨将我摇醒 现现 该起床了 收拾完行李 和我一起走吧 我迷迷蒙蒙地睁开眼 看见凌晨已经穿戴整齐 一身白净的运动装 十分谎言 不去 意识还未归拢 昨晚睡得又晚 我早把凌晨要离开的是放在脑后 嘟囔着又要昏睡过去 男人轻声下来 拍了拍我的脸 被我皱着眉头 一巴掌糊开 尝试了几次无果后 凌晨叹了口气 开始不紧不慢地撸袖子 啊 整个人忽然腾空而起 我吓得瞬间清醒过来 凌晨直接将我拦腰扛起 脸色阴沉 你和我一起走 别想丢下我 我欲哭无泪 被他支冷起来 刷了牙洗了脸 然后又被丢回卧室换衣服 直到坐进了车里 凌晨跟司机报了个地址 才把我脑袋往他肩膀上一放 睡吧 凌晨家在市中心 不算很远 我眯了二十多分钟 睁眼时已经要到了 许久没回来过 很多地方已经落灰了 凌晨找离处相对干净的地方 让我在睡会儿 自己则熟练地拿来扫帚和拖把 准备打扫 我哪还有睡意 起身默默打量着他的房间 整个房间都是灰蓝色调 没有置办太多家具 很多地方看起来空空落落 给人一种很冷清的感觉 我从卧室出来 看见凌晨在客厅忙 或者额头浸出了一层薄汗 这套房子很大 我看着他的背影 竟无端显出几分单薄和伶仃 这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 回来后 凌晨格外地忙 我问他是做什么的 他也支支吾吾地不肯说清楚 直到那天下午 凌晨不在家 我不小心碰掉了柜子上的一个小木盒 里面的纸片散落一地 我蹲下去剪 动作却瞬间愣住 这全都是我这些年 留在那家咖啡厅里的心情变迁 一张一张都被保存得很好 周宪同学 恭喜你找到了毕业后第一份工作 以后要加油哦 周宪同学表示 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嘿嘿 同事们都喜欢叫我周周 还说我很可爱 我更喜欢他们了 今天收到工资了 虽然不多 但很开心 住店老板生意兴隆 我自己都没察觉到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 这家咖啡厅 竟然承载了我这么多的经历 晚上 我抱着木盒跟凌晨对质 他似乎没想到 我会发现这些 面上迅速划过一抹紧张 语气也吞吞吐吐 不是你想的那样 线线 关店那天 我觉得这些东西很珍贵 就保存下来了 原来 他就是咖啡店的老板 我依旧冷着脸 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 凌晨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脸色 过来牵我的手 我不是变态 我脸上的冷漠 忽然有些绷不住 凌晨不仅是那个雨夜 给我递伞的人 还默默收集了我的便签 再到后面出了车祸 认为我是他女朋友 我不禁联想到某种可能 手指不自觉地搅着 眼神有些飘忽 你 你是不是很早以前就喜欢我 我知道凌晨 鞭鞭内向 和他失忆那段时间的大胆直白 完全不一样 怪不得这些事 他从没跟我提起 问他 也不好意思说 凌晨见我又要生气 只好一五一时交代了出来 他有自己品牌的咖啡 在林市开了很多家连锁店 而没事经常来坐镇的 就是我家旁边的那一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注意到了 每天固定坐在靠窗角落位置上的我 也许是被我的美貌迷倒了吧 我逼他这么说的 那时候我还很天真爱笑 经常点一杯咖啡 坐在那里满眼笑意地写我的心情贴 直到我因为那件事被辞退 天色已经很晚了 又下着雨 他没等到我 只好放了电源下班关门 可是转头却又在垃圾桶旁 撞见我哭得像是被人抛弃的野猫 脚下一瞬间像生了根 怎么也动不了 他躲在暗处 心脏跟着抽疼 雨势越来越大 等他反应过来时 自己已经在我面前站定 没有犹豫 他将散塞给我 便匆忙融入大雨之中 从那以后 我便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咖啡厅 每天四处忙着找工作 后来才发现 他已经停业了 至于后来凌晨出车祸失忆 再次遇到我 他相信这应该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在他内心深处 早就对我产生了感情 所以醒来后 一睁眼就认为我是他女朋友 想起那天他给我讲的故事 才惊觉原来一切早就有迹可循 不久后 季秋就找上了门来 凌晨因为要去处理连锁店的事 每天很早就出门了 家里只剩下我 外面突然响起敲门声 我以为是凌晨望带了什么东西 一开门 便看见季秋穿得极其花枝招展 一张精致的脸上表情生动 只是在看到睡眼惺忪 衣衫不整的我后 那张明媚娇俏的脸 一下子阴沉下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面露不解 因为我是凌晨女朋友啊 季秋一脸不信 推开我就往房间离床 寻了半天 也不见凌晨的身影 见我姿态闲散 似乎压根就没把她放在眼里 她气势更盛 直接赖在沙发上不走了 说什么 非要凌晨给她解释 这波操作属实 让我对她的看法大改观 以前一直以为 她是骄纵的刁蛮小姐 细皮嫩肉骂不得碰不得 此时看着眼前场景 我冷哼一声 原来只是单纯的没礼貌 我深吸了口气 尝试跟她讲道理 你的凌晨哥哥 自始至终都把你当作妹妹 如果你不主动越界 以后我们还是会 把你当作妹妹 也许是我口中一句 我们刺痛到她了 姬秋气的眼泪开始打转 我不相信 那我也没办法了 无奈地撇撇嘴 只好等凌晨回来 亲自跟她说了 想来想去 又觉得她也挺可怜的 毕竟凌晨失忆这段时间里 只有她一个人跑前跑后 找到了我那里 饿了吗 临近中午 我收拾完房间 在她旁边坐下 问她 季秋看了我一眼 偏过头赌气般地不肯说话 我笑了笑 也没再问 从冰箱里拿了饮料和水果出来 切好摆在桌上 然后自顾自准备回房间 我想吃蛋炒饭 季秋咬着牙 一副忍无可忍的样子 我一挑眉 也不恼 立马转身进了厨房 表现出对她的摆一摆顺 问了她的口味 没一会儿就端出一盘香香的炒饭 顺便做了几道家常菜 季秋应该一半是想使唤我 一半是自己真的饿了 盯着我做的菜 看了半天 最终还是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饭还没吃完 门口传来嘀嘀一声 凌晨从外面走进来 闻到一阵饭菜的香气 她朝餐桌看过来 随后眉头清拧 季秋瞬间放下筷子 看了看我 开口想跟凌晨说话 结果被她直直掠过 你亲手给她做的饭吗 凌晨神色淡淡的 看不出情绪 我不明所以 呆愣愣地点头 然后轻咳一声 弯了弯唇脚 妹妹嘛 我这个做嫂子的 肯定要把她 当作自己妹妹宠着 季秋的表情 顿时像吃的苍蝇一样 凌晨哥哥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嗓音又恢复了 她一贯的绵软娇气 谢谢你关心 我现在很好 凌晨伸手揽过我 既然献献亲手给你做了菜 那就吃完再走吧 这话其实别有深意 如果不是我做了菜 凌晨也许现在就要 请她出去了 季秋快要哭出来了 不死心地还想纠缠 被我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还不识趣 我轻轻瞥了凌晨一眼 凌晨也在看我 忽然有种 呼唱呼随的感觉 季秋实在待不下去了 气得摔门而去 工作的是什么时候忙完啊 我伸手拥住凌晨 脑袋轻轻蹭着她下巴 快了 明天再去趟警局 事情就算办完了 去警局干什么 我不由抬眼看她 凌晨一声不吭 只是默默收紧了 缓着我腰身的手 第二天 我跟她一起去了警察局 没想到 看到了一个许久未见的老熟人 警察压着一个高瘦的男人 坐在我和凌晨面前 她眼窝已经深深凹陷 脸色憔悴的 我几乎认不出 这个人是演艺 当初在办公室 对我图谋不轨的男网红 我诧异地看了看凌晨 她轻轻捏住我的手 按照警察的指示 我作为受害者 将那天的经过详细说出 录了口供 最后在笔录上签了字 事情处理得很快 演艺被当场拘留 虽然这项罪责不重 但也足以毁掉她的事业了 回去的路上 我挽着凌晨的胳膊 一脸崇拜地问她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凌晨很满意 一双漆飞的同仁 带着几分书来 语气轻飘飘的 我投资了你以前的 那个小作坊 要求是掉一年的监控给我 你们老板答应得很爽快 我恍然大悟 然后你找到了 那天办公室的录像 当作证据报了警 嗯 凌晨点头 猴头一出低雅的音节 我用力搂住她 感受到心脏被一股巨大的爱意 填得满满的 一切回应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我低着头 替凌晨感到不值 可惜白白便宜了 那老板一笔投资 当时撞破了演绎的恶行 老板非但对我不闻不问 反而因为紧张演绎那张摇钱的脸 轻而易举的就辞退了我 凌晨拍拍我的脑袋刮 想什么呢 当初你老板想都没想就跟我签了合同 现在演绎出了事 他们要赔给我一笔巨额违约金的 我留了你的卡号 他目光望向远方 微风吹动了满头黄叶的树林 稀稀索索落了一地金黄 秋末的暖阳不那么耀眼 却在我心里暖了很久很久 我已经不记得心里是什么感觉了 只知道那句话在我这一亩新田中飘荡不停 信献 辛苦了 公道我都替你讨回来了 我第一次见凌晨的父母 是在除夕夜那天 估计在季秋那里 听说了凌晨出车祸的事 老两口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 但由于不知道凌晨家的门牌号 被困在小区门口没法进来 凌晨微微拧着眉 撂了电话准备下去接人 你这孩子 出了这么大事都不跟我们说 家里的门开着 还没见到人 我就听见楼道里传来一声中年男人的声音 凌晨父母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礼物 一抬头便猝不及防看到了我的身影 是线线吧 中年女人见到我 脸上表情浮现出肉眼可见的笑意 与我想象中的不同 凌晨妈妈是个很和蔼温婉的女人 她说 她和凌晨爸爸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就擅自做主买了很多礼物 希望我不要嫌弃 凌晨爸爸眼睛笑得眯起来 立马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 让我看看喜不喜欢 谢谢妈 谢谢爸 我的声音落在空气中 两人却是愣了愣 明亮的灯光下 我手上的戒指分外夺目 你们 领证了 嗯 凌晨淡淡回应 牵着我的手 眼底一片柔和 晚上 夫妇俩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两个红本本 眼含笑意 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么多年 我们无愧于团队 无愧于事业 唯独亏欠儿子的太多太多了 灵母说着说着 声音哽咽起来 灵父坐在一旁 沉默着叹气 我坐在凌晨身边 没忍住跟着红了眼眶 她轻轻俯着我后背 心里涌动着一些 难以言喻的感受 流离的人找到了家 相爱的人找到了彼此 奔波的人重新回归家庭 作恶的人 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世界就是这样 你曾怨过她的冷漠和不公 却又不得不因为那 零零碎碎的美好原谅所有 落叶归根 万物依旧错落 而有序地寻找着 各自的苦难和归属 而我们的故事 永不落幕